清電阻 没有做 去年也没有做护操 仔细的问诊 高雄人医会医护人员 在警局大礼堂 隔了好几区 要帮一百多位玻璃室大人和家属 做健康检查 尤其我们在生活里 常常就是深夜也要执勤 那对我们的身体常常是忽略 忽略一些身体的健康 所以说这个部分非常有意义 这个部分非常感谢我们持继 为了让勤务繁忙的警察人 了解自己身体状况 总共50位医护人员参加 其中医师陈登旺 第一次参加议诊 特别兴奋 我在这里能够贡献一点 小小的医学方面的知识 提供给病人 那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一般在我们在诊所 看病就是真的 就是但我们也是尽力 但是在这里就是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可以很好地跟病人做一下的卫教 还有妇产科医师李宏睿 从大学雌青社时代就跟着亡诊 病患的笑容是让他不想错过付出的机会 像有妇产科医师突然取消 对啊 然后我想说我还有时间 然后这边离家也蛮紧的 对啊 就想说过来帮忙这样 志工传定温暖 希望人让守护社会治安的警察更健康 大家请问珍珊美志工中文英蔡明峰 高雄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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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